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個在外國已經很常用的烹調方法 Sous Vide 即是真空低溫慢煮 這次是最簡單的,先做一個牛扒 之後我都會用這部Sous Vide機去做不同的菜式 今天要做一個花巧的菜式 問家姐借了一部機器回來 做一個超軟、超多汁的牛扒 首先要有一塊神器、神棍、低溫慢煮機 這東西不是賣廣告,不必一定要用這隻牌子 有幾隻牌子都可以選擇 價錢大概1000-3000左右 一個大鍋,平時煲湯的鍋 我們之後要用真空的牛肉包著 所以我們會用到一個真空袋 密實袋、大密實袋 還有一支支鍋、一支吸管 去吸走空氣 當然有牛扒 首先要設置一些東西 我們就要一個大鍋 裡面裝四份三碗的清水 冷水 把東西安上去 下一個步驟就要設定溫度 上面有一個溫度顯示計 告訴你多高 你轉它就要設定溫度 煮不同的肉 當然有不同的最佳溫度 我今次做這個牛扒 我就用55度 大概是中間 五成熟 先設定到55度 然後按一下 你會看到下面的水 就開始熟了 開始熟到55度 上面的溫度計又開始升了 這樣 等水到55度 我們就先做牛扒 那牛扒要怎樣處理呢 首先把它放進一個密實袋 你可以買一個抽真空機 但也不需要 用最原始的方法 你待會看到是什麼 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是選擇的 加幾條蛇香草 然後就要把密實袋封緊 封密到只有少許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飲管塞進去 大膽氣 一下子把裡面的空氣全拙出來 這樣 慢慢抽出飲管 再把袋子燒進去 我們就有一個真空了的牛扒 準備去沖沖了 那些水就慢慢去到 現在看到了 54.9度 差不多55度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那塊牛肉放進去 浸在裡面 看看你煮什麼肉 牛扒通常50分鐘就可以了 就算這麼厚 都要50分鐘 因為要慢煮 對嗎 對嗎 就算是打托FIVA 或者可以塗一下指甲 稍後回來再見 好了 50分鐘之後 就可以抽起肉袋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好像不太開胃 沒有什麼顏色 沒有什麼顏色 有另一個步驟 就叫做SEARING 反煎 到了你煮熟到你想要的程度 就再放下鍋 煎一煎 上色 令到外圍 還有脆口 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大火燒紅了 然後放牛扒下去 每邊煎一分鐘 煎一下 變回上碟的顏色 另一個方法就是這個 我們就要用火槍去煎 用火槍烘熟 周圍 用火槍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的溫度很高 即是高過下煎 偏煎 在上面慢慢烘一烘 它就會很快形成到 表面熟的效果 而又不會煮熟裡面的肉 所以它表面那層糊 是很薄的 如果下鍋煎 那一分鐘 雖然每邊都一分鐘 但是它可能會更厚 因為它在煮裡面的肉 同一時間 所以用火槍 家裡有火槍 可以用這個方法 當然一定要先清除桌子上 所有東西 即是沒有東西的桌子 要不然有份大公泡在旁邊 燒一整間房子 就很糟糕了 反轉它 再燒另一邊 那就是Happy Days 最後在上面灑點鹽 黑胡椒 這樣就可以吃了 很簡單 其實也是很有趣的玩法 切出來看看成果 你會看到的 是平紅粉嫩的 而且那個Crust 就是外邊的外圍很薄 整塊都是平肉 看看肉汁在底部 不斷擠出來 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